御神刀愿增 中三罐五斤一两六厘 恒定不便 常态刃长六尺 根据使用者的意志 可在四寸和一百一十九尺三寸一分之间自由伸缩 堪称便利 着实是居家旅行 杀人越货 馈赠亲友之必备良品 收到他的人一般都激动的哭了 就好像现在一样 雷蒙德已经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如雷霆那样贯穿了对手的身体之后 又迅速收缩 回到了怀尸的手中 形成了寻常打刀的长度 最适合怀尸发挥的尺寸 果然还是这样最好 只可惜 通过刀刃之上传来的微妙触感 并没有能够贯穿心脏 隐藏起来的杀手剪在最后的关头被识破了 大概从肺液之间穿过去了 贯穿伤 但器官没有破损 对于升华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碍 可惜的是 雷蒙德却有些慌乱地捂住了伤口 错失反攻的良机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这里是架空教室 并不用担心体内的诅咒泄漏 自嘲地摇了摇头 松了口气 双目却在涓然泪下 完全不由自主 因为感受到了痛苦 并不是刀刃的创伤 而是扩散在胸翼之间的猛毒原质所带来的感染 那并非是怀尸原质之中的怨憎 而是某种自然而然的话和反应 某种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伤痛 从小是个没妈的孩子 流浪在边境 出生入死那么多年没有什么好结果 为了救搭档还去当了二五载 自己却时日无多 眼看就要死了 身上却还背着一大笔换不完的贷款 不得不留在象牙之塔做工具人 好不容易请假出去旅游了一趟 回来还要被人拿刀砍 这样的人生多么的耻辱 多么空洞 多么没有意义 生老病死 活着真是太痛苦了 想死 想要不由自主的 扑到那一柄刀刃前面去 让他畅快淋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好像给武士借错那样 带着最后的尊严斩下他的头颅 一了百了 想要 解脱 当雷蒙德恍悟过来之后 看向怀尸的泪眼就分外的震惊和忌惮 你从哪搞来那么邪门的东西 怀尸低头看着手里的刀 想了想 别人送的 喜欢吗 喜欢 简直喜欢死了 字面意义上那种 喜欢的想要去死了 竟然强迫一个中年人回忆自己的黑历史 雷蒙德抬手 竟然不顾两行泪眼 擦去了嘴角的鲜血 敢对一个卑微的射处用这么下流的东西 你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 虽然嘴角还带着一丝一如既往的浪笑 可眼神却变得静谧了起来了 肃静如铁 毫无疑问 认真了起来 怀尸想了想 认真的说 如果有所冒犯的话 我可以道歉 不必 因为你很快就会后悔 在热议的笼罩之下 烧成了赤红的雷蒙德咧嘴一笑 鲜血化作雾气 蒸腾而起 瞬间 尽在咫尺 铁光和飓风横扫 轰鸣迸发 简直就是一辆愤怒的重型卡车正面撞了过来 裹挟着飓风 将墙壁 阻碍和一切不值得一提的东西统统碾碎 怀尸整个人向后滑出了十几米 手中的愿增震荡不休 握刀的虎口崩裂 丝丝缕缕的血色渗出 可还没完 雷蒙德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停滞 已经再度扑面而至 伏几笔直 向前刺出 怀尸厚仰的身体不可思议的伏低 紧接着 像是随着肌肉的收缩 像着续满力的弹簧那样擦着伏几 向前扑出 语步 中平刺 被缠住了 遍步道次的铁球带着铁链甩出 缠绕在了怀尸的剑刃之上 粗暴拉扯 瞬间爆发的力量带偏剑刃 雷蒙德一手扶着伏几 另一只手里竟然摸出了一柄连夹 锁住了这反击的一剑 在极近的距离中 向着怀尸微笑 让你见识一下战争野狗恰犯的技巧 伴随着话语 他昂起的脑门 已经好像铁锤那样向前砸出 正中怀尸的脑袋 令他眼前一黑 一度失去了视觉 但愿曾已经挣脱了束缚 斩碎铁锁 在这什么都看不到的黑暗里 只凭借风生的辨别 就斩断了雷蒙德手中的伏击 沉重的武器自正中裂成两段 可当怀尸睁开眼睛的时候 雷蒙德已经从架空教室中抽出了一柄全新的武器 如此熟悉的形质 是和艾弗力如出一辙的条盾大剑 重剑在手 雷蒙德身上的气息越发凶暴 燃血状态之下 剑刃高举 向着怀尸的脑门披下 天降正义 钢铁在空中交错 彼此摩擦 迸射出的火花照亮了两人的眼瞳 飓风呼啸吹过 紧接着 一切又重归禁忌 戛然而止 怀尸被重剑斩落的右臂落在了地上 但是却并没有如同预想之中那样被劈碎头颅 而灌入了雷蒙德脑门的刀刃却还留在了血鱼骨之间 第三回合 胜负已分 架空教室重置 可刚刚一瞬的惊险还存留在怀尸的体内 未曾散去 低估了雷蒙德暴气状态之下的威胁 差点被一套连招带走 虽然在暴气一样的燃血状态中 速度和力量有了质的提高 可那一套千锤百炼的打击却根本毫无瑕疵 稳利与不败之地 最差的结局 不过是同归于近而已 如果不是刀锋可以自由伸缩的话 就算是超线状态下自己的速度也根本来不及 恍然之中 他显些以为自己面前站着的是爱福利那个老头儿 从诗山学海中走出的飞天 随着重置 雷蒙德再度出现在二十步之外 愉快地扭了扭脖子 轻声感慨 哎呀 好久没打这么爽了 难得有点兴致 不介意我给你增加一点难度吧 请了 怀尸点头 于是 雷蒙德手就在架空教室的预设列表里滑拉了起来 没过多久 一整套厚重的盔甲就已经连同他的面孔一起包裹在内 厚重的铁甲上还存留着刀剑披斩的痕迹 重叠的血色蕴染在上面 变成了黑红 有圆盾固定在右臂之上 但上面噩梦之眼的徽章却已经被人用利刃所刮去 所存留下的 便只有曾经代表龙翼骑士的隐约轮廓 威严的狮子头盔上 两道炽热的鼻息缓缓地吐出 一双碧绿的眼眸睁开 带着笑意和争鸣 真怀念啊 这种年轻的感觉 毫无疑问 回归了全盛时期 在剥离了诅咒的影响之后 这样的身体轻快的简直好像做梦一样 来 上课吧 怀施老师 他畅快地扭动着脖颈 向着眼前的敌人勾了勾手 学生们还在看着呢 可不要犹豫太久 这么配合的吗 怀施手中的怨憎一阵 抖落刀刃上残留的血色 沉思片刻之后 他终于抬起头 露出微笑 那这一刻 就讲一讲破甲吧 抄线状态开启 与步践踏 在轰鸣中 尺度暴涨的怨憎之刃呼啸而来 一个小时之后 架空教室里剧烈碰撞的声音终于戛然而止 当架空的场景消散之后 两人的身上竟然都出了一身细汗 一场酣畅淋漓的切磋和对决 只不过到了后面 哪怕是架空模拟中不怕死亡 但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收获了 多亏了雷蒙德的配合 玉神刀怨憎的效果和各种参数怀施已经了然于心 至于接下来少私命圣痕和怨憎之间的配合 还有所隐藏的更深一层的变化 雷蒙德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当靶子了 被砍一刀就要被迫回忆一次自己的黑历史 那种想死的羞愧感和无力感实在是让人遭不住 对于敌人而言 这一把刀的效果实在太过卑鄙 没有经历太多的年轻人或许受到的影响还小一些 但越是长于逝世 越是经验丰富的人 就越是难以抵御生老病死之前的无奈和痛苦 祈求解脱 被砍中之后 所感到竟然不是怨憎 而是对死亡的渴望 如果雷蒙德感觉没有出错的话 那一把刀应该还具备着吞吃原制的效果 但本质上却是冲着自己的圣痕去的 只不过架空教室里的圣痕数据是固定的 无法造成影响而已 那一把刀 是活的 他可以断定 这一点 绝对不会有错 对此 怀师并不否认 当他挥手 散去怨憎的时候 刀身就再度解体为无数钢铁羽毛 回到了买骨圣所之中 经过锻造和熔炼之后 那一份凝聚为铁的绝望已经被赋予了整个鸭群 由大群共同承载 同时 也宁愿增成为了鸭群的化身 铜圆的铸造令这一份融合变得如此轻易 如今 兄弟的刀锋便是鸭群的利爪 顺应着他们本能之中对进化的渴求 被赋予了永不满足的饥渴和贪婪 甚至胆敢以灾厄和奇迹为食 这才是驻日者为怀师留下的礼物 只要他接受了铸造者的传承 那么面前的便是一条堂皇大道 唯一的问题是 怀师挠着头 感觉到一阵茫然 自己他娘的哪里去找那么多升华者和凝固者来给他们吃啊 写完一看 精准三千字 不愧是我 写完 taco